畫面中看到花蓮港邊 漁工在忙著修補破網 又漁民忙著把漁船開回港邊 固定好繩索 因為眼看康睿颱風威力不容小覷 也讓他們繃緊神經 趕緊做好防臺措施 花蓮漁港賞金船 雙脫漁船全靠港邊不再出航 船主也利用颱風未發布時 讓漁工在港邊補好破網 因為一旦宣布陸上颱風警報 就必須要停止作業 眼看颱風威脅加劇 市區方面因應康睿颱風來襲 市府也立刻動員了人馬 修剪花蓮露樹 降低強風豪雨 造成樹木倾倒斷枝的威脅 而5月天一路向董演唱會 相信音樂也在剛剛與官網宣布 延期演唱會 是否會為當地的觀光帶來影響 稍後有任何最新 隨時為大家更新報導